台北市交通局与三家共享机车业者合作 推出公共运输定期票加价购买共享机车优惠方案 可享前200分钟大约原价6折的优惠价 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通勤 并以共享机车接驳转程 那这份我们跟共享机车的是透过一个市府补助 然后共享机车业者帮民众负担部分的费用 然后以及民众自负的概念去推出这样子的优惠方案 那民众可以选购像WIMO跟IREN 这两家业者是今天就开始试卖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开发串接了非常多的业者 所以我们是透过今天试卖的方式 那也鼓励民众多使用 如果民众在使用上有任何的意见也麻烦回馈给我们 我们会立刻请业者来做一个修正改善 然后预计GoShare是6月初会推出 那也请民众可以期待 民众只要透过悠游富APP逼乘车功能 或以悠游富APP绑定已记名之实体悠游卡 购买1280订期票 在启用后30天内就可以在悠游富APP 加购三家共享机车业者所推出的优惠方案 第一你要有一张1280的有效票 第二你要记名 我才知道你是不是台北市民 或是这是你本人的票 那第三如果你有在乞共享运居 你应该有想要买的那一家共享运居的APP 那最后你需要有悠游富 因为悠游富是把1280跟共享运居平台串起来的这个APP 同时如果你想要加价购也需要付款 你就要透过悠游富来付款 最后如果你有优惠 得到下一个月能得到台北市的优惠 你也需要有个钱包来收这个优惠 另外为了鼓励台北市民使用 110年度交通局额外提供5万人次的加码补助 只要是台北市民于加价购买优惠方案后的30天内 无定期票及优惠方案退费记录 就可以享有每月一次200元的补助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